农历年倒数希望重现手写春联的年节文化 摊子区的家人礼邀请礼内书法班以及书法家 在活动中心挥毫让民众讨个好兆头 有多位书法家更是巧妙的将吉祥话和年话结合相当讨喜 400份的手写春联很受到礼民的欢迎 一个上午就索取一口 家人共联心大力 耶 家人礼书法班跟多位的书法家农历年前 先送上新春祝福跟大家拜个早年 而他们手中拿的喜气春联各有其特色 有的还将柴神铁以及狗生肖与吉祥话结合相当的讨喜 不过这些可都不是印刷的 而是用书法一笔一画勾勒而出 每一年在里长林追文的邀请下 固定齐聚在活动中心来辉豪 当然就是说因为现在景气也不好 所以说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先些事情小民可以拿着我们书法班的所有的学员的春联 包括老师的春联可以拿回去贴以外 当然就是有一个应景的一个春联的气象这样 现场不只可以接受里民定制 老师们也会即兴创作出个人特色的款式 所以每一年的辉豪活动都信不少里民来索取 今年提供了400份 一个上午就被索取一空 而在现场也难得可以看到晒纯联的景象 为地方助助年节的气氛 有一位老师他写的字体非常不一样 跟人家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特别每一年都是请这位老师写 我觉得这本老师写的超棒的 因为在家里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对 因为我教的字体有立书 有行书 有行卡 然后他们就会以各式各样的字形 来表现他们的风格这样子 江仁丽多年来坚持推动春联辉豪 不只希望传承书法艺术的美感 有期盼可以带动更多人的学习动力 而每一年年节的前夕 在这儿都能够看到 众人提笔辉豪的正当景象 相信这手写春联贴在家中 比起印刷版也更有免惠 祝大家狗莲汪汪汪 热力降临家话 台中采访到